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百惠书屋 愿您每天都有个好心情 如果觉得文章不错 记得点赞或评论 您的每次互动都是我潜见的动力 熟化民饮食为天,食衣水为鲜 每天保持充足的饮水量 对人体皮肤,血管肠道健康等 起着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维持好皮肤 皮肤水分充足,新陈代谢快 不易长皱纹,色斑等 更显年轻态 第二,减少呼吸道疾病 呼吸道粘膜相对湿润 分泌的粘液有助于减少病菌入侵 第三,血流更顺畅 水分充足,有助于血液运行顺畅 血栓风险相对更低 第四,预防便秘 充足的水分能防止大便干燥 预防便秘 但关于喝水 生活中一直流传着不少言论 比如摆开水超过16个小时就不能喝了 长期喝有水够的水容易得肾结实 喝苏打水能降尿酸 这些说法究竟是真是假 今天我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一,摆开水油保质期 据说摆开水油保质期 超过16个小时 大肠杆菌就会大量滋生 导致腹痛、腹泻、发热、恶心 不能喝了 事实上,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因为大肠杆菌不会通过空气传播 为此,福州大学研究人员专门做了一个实验 研究人员将摆开水分为夹钙和无钙两组 分别放置了5小时、8小时、11小时 14小时、15小时、16小时和17小时 并监测水中是否含有大肠杆菌 结果显示 无论是有钙还是无钙 到达实验时间后 放置在各水杯里的摆开水都没有大肠杆菌 不过大肠杆菌可能通过分别污染水源 因此未兼减菌的深水最好别喝 另外,夏季气温高、湿度大 若醇放不当 酒放的水可能受到苍蝇、灰尘等污染 也可能还有其他细菌 最好还是不要喝了 特别是小孩子或胃肠脆弱的人 二、长期喝有水垢的水容易得肾结石 观察家里的烧水壶可以发现 湖底往往有一层白色的水垢 有传言称这是硬水 喝多了容易得肾结石 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水垢都是因为水中含有较多的钙米离子形成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 生活饮用水的总硬度 以碳酸钙剂不超过每升4-500毫克 相当于一升中含有180毫克每元素 而成年人每日饮水不超过两升 再加上每日钙的摄入参考量为800毫克 可耐受最高摄入量为2000毫克 由此可见 正常喝水不会造成体内钙超标 更不会优发肾结石 其次 多喝水可以吸制炒酸钙 尿酸钙的浓度 反而有助于预防肾结石的形成 甚至排出已经存在的小结石 3.多喝苏打水能调节酸碱体质降尿酸 苏打水即含有碳酸氢钠的水 沉弱碱性 有传言说 经常喝它可以改变身体内环境 纠正酸性体质 减少疾病风险 也有传言称即可以降尿酸 事实究竟如何 第一 酸碱体质是谎言 内环境不能轻易被改变 首先 酸碱体质根本就是个谎言 并不存在饮食饮水能调节体质的说法 更何况 人体有完整的体液调节系统 可以将内环境的PA气质稳定在7.35到7.45之间 不能通过食物 饮水改变 因此对于普通人群而言 不用刻意追求弱碱性水 保持良好的生活饮水习惯 就能维持体液酸碱平衡 为健康加油 第二 单纯靠苏打水降尿酸可能有点难 从理论上来说 苏打水可以减化尿液 增加尿酸溶解度 促进尿酸排泄 但并不能单纯通过喝苏打水来降低尿酸 因为市面上售卖的苏打水 碳酸氢纳含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难以改变尿酸酸解度 更别提降尿酸了 当然 对于高尿酸患者来说 适当喝点苏打水也没有坏处 毕竟多喝水是可以促进尿酸排泄的 四 多喝柠檬水美白 所以白遮白丑 夏季美白工作更是不可懈怠 而在各种美白方法中 清新可口的柠檬水尤其受人追捧 但喝柠檬水真的美白吗 第一 喝柠檬水美白作用有限 个人认为柠檬富含维C 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 有一定的美白作用 的确维C可以抑制乱酸酶的活性 从根源上减少黑色素的生成 还可以淡化黑色素 有提亮肤色的作用 但抛开剂量弹功效是不科学的 柠檬的维C含量约每百毫克中 22毫克并不算很高 所以单靠每天几片柠檬泡水喝 很难起到美白的作用 第二 喝太多或滋味不适 既然几片柠檬泡水没什么用 那我多泡几片每天多喝点行不行 其实盲目喝太多反而不好 柠檬富含果酸柠檬酸苹果酸等 渗入过多会刺激胃黏膜 引起胃部不适 尤其本身就有胃炎胃溃疡等基础疾病的人 更要当心 总的来说想要美白 就还是老老实实做好防晒工作 保证每天300到500克的蔬菜 200到350克水果摄入比较靠谱 五 每天要喝八杯水 每天要喝八杯水的说法流传甚广 也有不少人坚持照做 可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八杯水究竟要用多大的杯子 很明显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 那究竟每天喝多少合适 这个标准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第一 每天饮水量这个标准就够了 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 低身体活动水平下成年男性 每天饮喝1700毫升 成年女性每天饮喝1500毫升 而如果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等 则要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增加饮水量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小便 如果颜色浅黄清臭 量足说明饮水量基本充足 第二 这些人群要控制饮水量 上述饮水标准是针对健康人群而言的 而一些特殊人群只要区别对大 比如正在服药治疗未溃疡的患者 药物中含有硫糖率 轻氧化率凝胶等物质 会对胃黏膜形成保护 若喝水太多可能会降低效果 不利于病情的恢复 慢性肾病患者生功能受损者 喝进去的水不能正常排泄到体外 因此要控制饮水量 一般全天适宜的水包括喝水 及饮水中的水液 500毫升加前一天小变量 心衰患者大量饮水 会造成回心血量增多 从而增加心脏负荷加重病情 心衰严重者饮水量 甚至需要控制在800毫升以内 具体饮水量以医生建议为准 6. 牢记三不要 掌握喝水的正确打开方式 喝水看似简单 但很多人都做错了 据中国水与生命质量认知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95.3%的人不会喝水 正确喝水以下三点而牢记 首先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 口渴其实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 随着机体失水量增加 还会伴水尿液颜色加深 皮肤干燥 口舌开裂 声音嘶哑 以及全身软弱等表现 老年人由于感知功能减退 更要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 建议每半个小时喝一次 但每次不要喝太多 以免短期内大量饮水 引发水中毒 其次不要喝过热过凉的水 过热的水比如超过65度 会烫伤食管粘膜 长期如此 食管粘膜反复损伤修复 容易引发癌变 而冰水容易刺激胃肠道 引发腹痛腹泻等不适 特殊情况下 还可能会引发危险 比如夏季喝冰水 抑制体内余热 积聚导致中毒 三高患者喝冰水 抑制冠状动脉筋卵 诱发心脚痛 甚至心梗 其次 不要用果汁代替饮水 夏季来临 果汁饮量往往备受欢迎 但它们的含糖量较高 固量饮用 亦增加肥胖 糖尿病 通风等多种疾病风险 还是少喝为好 比如有研究发现 含糖饮料的摄入量 与通风风险成正相关 饮用含糖饮料 患高尿酸血症的几率 增加35% 如果实在不想喝白开水 可以加点茶叶 玫瑰花 菊花 枸杞等 好喝又养生 许多医学报告强调了 定期饮用特定量水的重要性 但是它们也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摄入过量的相同物质 最终会以各种方式对人体造成伤害 因此人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身体需要喝水 以免出现任何健康问题 磕水的喝水能出现健康 当你不磕水的喝水 那就糟糕了 可能会带来一些较大的麻烦 希望大家多留意 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也许你的每次互动 都可以帮助正在迷茫的人 重新找回自信 都可以帮助正在来的 互相 都可以帮助正在迷茫之中 在这些组递乱 mettre